哈囉,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相信大家都對荒野亂鬥抱有不一樣的遊戲態度 也就是說大家瘋狂的程度都不一樣 有人可以一天玩上10個小時 有人可以一天只玩一場 這次我幫大家做了一個 荒野亂鬥的瘋狂等級 你玩這遊戲瘋狂的程度究竟已經達到了第幾集呢? 一起來看看吧! 第幾集 平均一天只玩一兩場 甚至沒有在玩 荒野亂鬥純粹是拿來娛樂消遣用的 就是今天有時間 剛好又有心情才會開來玩 輸贏完全不重要 只玩自己想玩的模式 實力觀念也完全不在乎 只要玩的當下補上了我沒事情 做的那幾分鐘就足夠了 這個等級的玩家基本上很少在玩 也不會知道任何遊戲更新的資訊 就是打發時間而已 每天至少解完每日任務 到達等級2的玩家基本上就會因為現實的關係 每天打個5到6場去解決當天的每日任務 大約一天遊戲時間是30分鐘左右 至於主題季任務完全是沒有那個動力去解 就隨緣的如果解每日任務的時候有解到再順便一起打 不用當天解決的事情基本上都不敢 有時間再開玩也OK 這樣的玩家我們稱為輕度玩家 就是會開來玩但並不積極 來到等級3的玩家 包含等級2的每日任務以外 每天至少拿完200代幣 也就是說不會讓他有機會超過上限 休息前一定會檢查一遍 這等級的玩家基本上一天玩荒野的時間大約會是1-2個小時 不是不讓人來荒野亂鬥 大多都是可能事業或者學業上的時間限制 導致終於有時間開荒野了 一定是先把代幣以及每日任務解一解 其他的就等週末或是假日再來弄 但等到週末才發現自己還有其他的娛樂 不只是每日任務 等級4的玩家要解了還有主題季任務和行光賽 只要是需要打完的基本上都弄好才下限 這等級的玩家基本上都不想錯過任何獎勵 從這等級開始 一天的遊戲時長也已經沒辦法計算了 畢竟解主題季任務的時間並不一定 到達等級4 就已經開始有荒野亂鬥是一種責任的感覺 感覺自己有義務在當天先解決可以弄好的任務等等 半完等級4以外 到達瘋狂等級5的玩家已經開始在意自己的杯數 開始想要把每隻角色盡量達到550杯以上 這樣才不會錯過每個賽季可以拿到行為代幣的機會 因為在意杯數所以開始有以下的症狀 可以因為連勝幾場遊戲開行一整天 但是相對的也可以因為一場雷包升起一整天 對等級5的玩家而言 荒野開始不是一個休閒遊戲 有時候更像是開來搞砸自己心情的遊戲 到達等級6的時候其實就要開始注意了 因為從等級6開始就已經是重度玩家了 包含等級5的所有條件以外 開始想要在每個賽季至少打1-2隻750杯甚至1000杯 在各大平台尋找教學或是推薦 在原本預定要休息的時間 看到杯數就差兩場達到目標 開始願意改變安排好的時間 或是開始願意熬夜來達到自己的目標 往往就是這樣心情開始變得更不好 因為荒野亂鬥的隨機性其實蠻高的 也就是說不管什麼模式什麼情況下 都有可能讓你原本贏的遊戲瞬間被翻盤 這讓原本預定在贏兩場就休息的 等級6的玩家變得沒完沒了 一直在玩 到了這個等級的玩家 已經覺得單腳杯數滿足不了自己了 他們更是在意自己最高的總杯數 他們每一季至少都要超越上個賽季的最高杯數1000杯 甚至更多 這已經不是重度玩家可以稱呼的了 我個人覺得這已經是走火入魔的程度了 這等級的玩家除了工作或者學習以外的時間都在玩荒野 甚至有一些是工作也在玩 所以扣除睡覺的時間基本上都在玩荒野 荒野亂鬥比起遊戲已經變成一種工作了 要達到這種程度就相當於 你放棄了其他遊戲 目前為止在荒野亂鬥裡 達到這等級的玩家並沒有超過10% 也就是說要求自己每個賽季超過最高杯數的玩家並不多 如果扣除創作者或是有在打比賽的玩家 到達這等級的玩家更是少之又少 這最後的等級不是有時間就可以達成的 你對荒野沒有一定的熱愛程度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們稱等級8的玩家為荒野資料庫 背得出全角色的能力之星 武裝配件 普通攻擊以及超級技能的名稱 就是那種玩到一半突然大喊 小心一觸即發 還有後面的大難零頭 等到遊戲結束後你查了一下才知道 奧迪達的普通攻擊叫一觸即發 超級技能叫大難零頭 基本上就算是賽平 頂多就可以背得出全角色的能力之星還有武裝配件而已 你對荒野運動沒有一定的愛 是絕對做不到這種程度的 當然這已經算是愛到瘋癲了 不用記得普攻和超級技能也完全不影響遊戲體驗 好的 我自己的話是瘋狂等級6的玩家 每天平均玩6到8小時的荒野 其實這次做這一個分級是想要給大家自己去衡量 是不是已經玩得有點過於瘋狂了 至於值不值得 還是要取決於你自己對荒野亂鬥的熱愛程度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的 合理的分配好自己的時間 只要不影響自己的身體健康 只要不影響自己工作或是學業上的進展 其實想玩多久都是自己可以分配的 荒野亂鬥其中一個優點就是沒有體力限制 像現在大部分的遊戲都有體力限制 用完了體力就算是再有時間都沒辦法玩 至少荒野亂鬥目前為止是沒有這個限制的 正在看這部影片的你們屬於瘋狂等級級的玩家呢 歡迎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再次感謝你們的觀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啊對了我們投稿的影片還遠遠的不過 所以說正在看影片的你 如果有任何精彩的片帶歡迎投稿給我 投稿到我影片下方資訊欄的Gmail就可以了 才是感謝你們 好的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